你怎麼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的? 來,我們現在 上床 你看這樣 這大台車多久就吃了 但是沒說多大人 勉強這樣,裝個幾台 大台 有沒有看到旁邊的樓梯 往上一層就可以看到WC了 在這個右手邊走到這裡 再上去就是露天的陽台 穿個外套再上去 15分鐘的時間 下一個 開門 樓梯 公開 大陸廟 大陸廟 公開 公開 大陸廟 公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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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样阳光还可以比较均匀的照射 所以一般只要是气候比较温暖 排水性良好 阳光充足的地方 就比较适合种葡萄 所以欧洲大部分葡萄 常区都在南欧 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这边 中欧以北比较少 酒均�есс 苦白水性良好 主要是天气 不适合 不过这个湖边波登湖 不過這個湖邊 波登湖 這邊緯度雖然算高 不過因為有湖水調節溫度 所以相對於其他東歐內陸地方 會來的稍微溫暖一點 所以算少數這一帶還可以種葡萄的 要不然已經來到瑞士以北了 所以緯度已經算比較高了 所謂緯度高 我跟你講 以法國首都巴黎大概是北緯45度 那北緯45度過高你們不知道 南北韓交界是北緯38度而已 這裡比北韓還要更北邊 來往右邊看一下波登湖 你們剛剛坐船就... 我說過這個湖 你說多漂亮都還好啦 因為湖水顏色沒有昨天火車經過的那些湖漂亮 它只是大 而且是三個國家的借湖 而且我說過它是一條河 中間流到這邊積水層湖哪一條啊 不夠啊 萊茵河 所以流出去之後的那一段萊茵河 就比較...河水沒有那麼急 就可以航行船隻 但是在波登湖以上 上游那段比較湍急 就比較不適合航行船隻 我們的油真的很便宜耶 那麼16塊耶 本來就很便宜啊 他們油價多少有沒有注意 16塊耶 他也是算公升的喔 不過物價也高 全歐洲物價最貴的就是在北歐 連日本人去到那邊看到價錢都說 高いですね 真貴 我們右手邊看過去湖的對岸還是德國 但是右前方比較遠的那個山那個就是瑞士 因為這一小段比較近的這一段喔 是包在德國境內 可是比較寬的那段 就是真的是兩國的交界 那最遠的地方就是東邊 有一點點是在奧地利的邊界 它是位於在三國交界的界湖 尤其現在歐盟邊界打開呢 高興開來開去要去哪一國 根本是如入無人之境喔 所以現在在歐洲旅遊很方便就是 如果你不特別注意那個旁邊的路牌 你還不曉得你已經出國了 也不用過海關也不用檢查 瑞士因為它不是歐盟算少數例外 否則其他歐洲國家講來聽你高興 你只要時間夠 根本都不用辦什麼簽證 高興去哪就去哪 那你的旁邊是種什麼 怎麼葡萄啊 怎麼怎麼這麼說 現在我看不到而已 因為現在春天還沒到 當春天到了之後 慢慢葉子長出來 秋天就結識累累 他們平均都是 大概每一年九月下旬到十月 是採摘葡萄的季節 而且多半都用人工來摘 種葡萄其實在歐洲 已經有超過兩千年的歷史 你到古羅馬帝國的時候 那就注意到他們也有在 喝葡萄酒 怎麼證明呢 可能有人聽過龐貝古城吧 那個兩千年前被 維蘇維火山掩埋的那個城市 後來有挖出來一些東西 其中就有酒瓮 就是那種葡萄酒的酒瓮 可是那地方要自己種東西 不管自己種麥子自己種葡萄 自己也做麵包自己釀葡萄酒 所以這個技術都慢慢傳到歐洲各地來 所以換句話來講歐洲種葡萄的歷史 超過兩千年 所以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摘 他們種葡萄其實跟宗教還有一點關係 因為聽說像紅酒來講 是象徵耶穌基督的血 所以我們說聖餐是麵包代表耶穌的聖體 認為OK的 然後等到春天發芽的時候 密度也會比較平均一點 所以他們不會因為現在沒有葡萄就閒在家裡 還是要做這些修剪的工作 然後等到春天開始就發芽 有一些還要做接織 之後呢最後當然到了秋天才採收 然後釀 整個過程 所以歐洲這個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中歐以北比較少 來大姐拿一個 待會兒我只要放一點音樂 你馬上又 尤其是古典音樂 你會記得那天放藍色多腦合 才放第一首 西拉 所以叫西普西 然後呢 奧瑞芬 瑞是什麼 瑞是不是啊 瑞典 分好 目前幾國呢 出國 然後呢 好了 resume δ b 我 です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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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